英國中衛譚馬市哥連純於1845年曾在一封加信提及到 香港其中最有規模的是石牌灣村,港督稱作鴨巴甸 以石牌灣對出的護理島內有一間大小恰當的廟宇 為了尋根究底,我決定來到鴨里州雄勝古廟親自探索 廟宇鹽頂花隻上的石灣公仔活靈活現 表達的故事內容豐富挺有趣味 而大門外的石獅子形態栩栩如生,展現出中國的傳統風采 看見這些古式古鄉的景物,好象有點似曾相識 這水彩畫是澳洲建築師雅士和夫不下的 相信就是今天的鴨里州雄勝古廟 鴨里州雄勝廟建於1773年,位於雄勝街 是本地居民為了供奉歷史傳說中的雄勝野 鴨勝原名洪熙,以氣象天文紫色與測天氣變化 令漁民雙女受惠不少,後世的漁民更建廟以求獲得庇佑 這廟宇有七八個漁民捐資建立,可見當時捕魚業的重要性 廟內共有四對對聯,歌頌雄勝大王為摘蒼生的恩德 利用雅士和夫的話實地考察,能以一些獨特建築的共同點 認證這確實是當時的鴨里州雄勝廟 現在出現一個小問題,是我部分的人隨從佔有了這個廟宇 並入住其中,這是歌連神當年提出的問題 可視,雖然現時沒有人佔領土地,但隱藏在香港的悠久歷史 似乎逐漸被淘汰了 青年人不再在意欣賞和保育這些歷史建築物 難道保存了幾百年的歷史,已經是殘燈末秒嗎? 青年人不再在意欣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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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在意欣賞 三天不再在意欣賞